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做有着浓郁椰香味的南瓜派 通常南瓜派加的都是桂皮粉,我们这个做的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 先看一下做派皮的材料 如果你没有低筋面粉的话,用中筋面粉也可以 屏幕上这些是做派馅的材料 我们不需要一整个南瓜,只需要一部分 拿一个大碗,把除了鸡蛋以外的材料都倒在一起 黄油,盐,糖,还有面粉 用手细细的揉搓,千万不要先加鸡蛋 不然的话黄油不能很好地和面粉结合在一起 这样皮就不够酥,一直到完全都成了这种絮状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鸡蛋打进去 然后把它混合成一个面团 这个面团稍微的有一点点粘手 然后把它包好放在冰箱要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时间千万不要短了,不然不容易酥 南瓜切块把它蒸熟,取250克的南瓜肉就行了 我用的这种日本南瓜比较面,水分少 把南瓜肉碾成泥,倒进糖,还有椰蓉 打进两个鸡蛋 把它们都搅拌均匀 然后才加椰浆,125毫升 再搅拌一下 如果你有打汤的机器可以用来打得更细腻一点 如果没有也不要紧,使劲地多搅拌一会就可以了 冷藏好的面团拿出来擀成大约3-4毫米厚 刚拿出来的还是有点硬的,压一压就好了 面皮要擀到足够可以覆盖这个烤盘的大小 虽然是不沾的,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抹了点油 把擀好的派皮覆盖在烤盘上 把边缘一点点的压紧,尽量不让它透气 用擀面杖把边缘可以切断 多余的就拿出来 以后可以烤个小点心 盘底扎些小眼,防止烤的时候鼓包 现在我们把这个混好的南瓜糊倒进去 大约8分满就行了 我做的这个分量对9寸标准烤盘是刚刚好的 395烤10分钟,转325再烤30分钟 因为派皮很酥软,所以脱模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它这个底下有个盘子非常容易脱 撒点椰蓉,这样有着浓郁椰香味的南瓜派就做好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,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,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